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正在湖里游泳 却被一旁的变态男丁上了 结局令人细思极恐 玲玲为了和男友寻找刺激 两人在路边偷了一辆汽车 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途 汽车一路奔驰在公路上 玲玲把他探出车窗外 想要体验一把速度与激情 却不知这是一场死亡之旅 与男友一夜激情之后 玲玲一觉醒来发现车子停在了荒郊以外 男友却不见踪影 原来两人昨晚喝的太多迷路了 男人让玲玲找一下车里有没有地图 打开宠物盒一看 里面竟然有一把枪 男友拿过枪来把玩了一下 锤嘘自己终于玩了一把真枪 然后还手把手的叫玲玲射击 玲玲很聪明 一下子就学会了 这时玲玲突然转过身问男友 这把枪和我搭配酷不酷 男友赞不绝口 突然玲玲把枪口对准了男友 男友心里有点虚 叫玲玲赶紧把枪放下 女孩面无表情地让她跪下叫女王 见到女友还挺认真 于是她配合地跪下了 玲玲让男友闭上双眼 然后数到十个数来追她 然后转头就跑了 男友使劲地在后面追 玲玲一路狂奔跑到了湖边 发现男友还没追上来 看着眼前轻车见底的湖水 她忍不住脱下了衣服 一头跳入了湖里 一个人在湖里玩了很久 还是没有看见男友的身影 突然她转头一看 惊人有个陌生男人站在湖边 笑眯眯地盯着她 男人还主动和玲玲打招呼 小妹妹怎么救你一个人呢 玲玲没有搭理她 然后赶紧游走 没想到男人不依不饶 无论玲玲游到哪里 男人就跟到玲玲附近 她开始有些害怕了 可男友还没过来 此时的湖水越来越冷 见男人一直不走 于是她问这个男人 有没有在路上看见过其他人 男人笑眯眯地说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而且还调侃玲玲说 你男友看见了我们两个在一起 会不会吃醋呀 玲玲听完瞬间 感觉有点不大对劲 她可没有提起过在等男友 这个男人怎么知道的 她很想离开 可这个男人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玲玲急了 叫她赶紧滚开 否则等自己的男友来了就弄死你 男人诡异地笑了 说你的男友不会来了 因为她已经死了 玲玲听完这番话开始慌了 她急忙大喊男友的名字 可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她赶紧向不得另一边游去 回头却发现那个男人不见了 于是她赶紧上岸穿好衣服 却发现手枪也不见了 可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森林里往回狂奔 发现车子还在 她急忙上车启动 想要快点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 突然她的手机响了 竟是男友打来的 正准备接电话 突然一只手缓缓地从车后伸出 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车后伸出的手 究竟是她的男友 还是那个诡异的陌生人呢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探讨